好 昨天地震來襲時 嘉義民雄 一名有心臟病死的男子 被嚇到胸悶心臟不適 請及通報消防局送醫救治 救護人員小心翼翼 將傷者抬下救護車 準備送往醫院救治 因為週六晚間的大地震 嘉義最大震度有四級 原本就有心律不整病死的 51歲男子嚇到心臟不適 出現胸悶等症狀 趕緊打電話求助 該名男子本身有 心律不整的病死 遭早因為地震的關係 所以他情緒緊張 身體心臟加速 事發在嘉義民雄 51歲的葉姓男子 本來就有心臟病死 這回強症來襲 飽受驚嚇而情緒緊張 導致心律不整 救護人員到場時 男子意識清楚 郵分隊人員送往醫院治療 索性經過救治 當晚就平安返家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 其他的消息來關心到 犯下強跑重罪的藥犯 陳昆河被判刑16年 在台中監獄服刑 昨天下午因為腳跟骨折 借戶就醫 他竟然是利用了一根 10公分的鐵絲打開了腳樓 穿著病人服成功的逃脫 跑到了隔壁的殯儀館 偷走了小貨車 變裝之後換了衣服就離開 整個逃脫過程好像是計劃好的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的追起當中 穿著醫院病服的 平同男子就是借戶就醫 趁機脫逃的受刑犯 陳昆河 從醫院脫逃後 然後從到殯儀館發現貨著駕駛 忙著卸貨 鑰匙也沒拔 偷偷摸摸坐上車趁機開走貨車 離開時還故意衝撞門口柵欄 驚動了警衛 一陣慌亂中還是讓他脫逃成功 畢竟是逃犯 出門難免心裡都會怕怕的 因為不知道出門什麼時候 會遇到這位逃犯 遇到的話 我想我也只能趕快跑吧 陳昆河在殯儀館偷車之後 一路開了800公尺 在梅亭街丟棄車輛 換上Polo衫變裝逃逸 陳昆河因為犯下槍暴毒品 家用戒道罪被判刑16年 今年3月才入肩服刑 日前因為腳跟骨折 17號下午 接觸週一動手術拔署鋼定後 竟然趁機打開腳療 穿著病服忍痛脫逃 逃亡過程意外順利 怎麼看都像是計劃好的 因為他手術是左足根部 他沒辦法用一般我們常用的 毛丁式的腳療 所以我們就改用一般的活動腳療 他利用一支鐵絲 破壞腳療的開除 然後就造成脫逃 台中監獄表示 陳昆河應該是瞭解 活動腳療容易打開 加上醫院介護人員不足 才讓他動了腦筋 計劃逃亡 約陳昆河有嚴重的暴力傾向 生性凶狠 台中地檢署除了連夜發布通緝外 刑事局也發布通報 提醒民眾多加留意 目前人還在逃 警方證權力墜棄當中 接著陳昆河我是射宣 台中蒼島